草屯手工艺中心以台湾绿工艺精神 促进工艺与社会连结 为了要让老人家减缓退化和失质 在草屯镇经营原社区举办蓝染的课程 让他们有增加动手动脑的机会 也是要动动手啊 也要动动脑啊 也要学点东西啊 这对我们社区这些老人家 我们能够活动的时候能够学东西对我们是很好的 我们这一次的规划呢 就是规划了三个作品 一个是手提袋 然后一个是漱口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机袋 是用实用的为导向来去规划课程的这些作品 长辈们从始植物软的乐趣 许多的古早记忆都在长辈们手上的燃料和软布里 一一不现出来 从认识燃料开始到完成成品 每个长者都感到很有成就感 活生活生 我的这软软的工夫 猪口袋就是不要做过了 猪口袋了 困难就是大家都要问老师要知道 是说有的人 逆过后觉得很鲜艳 很漂亮 所以以前都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老师这家这是天然的 我这手机的老人印象比较好 我是觉得准备 我也是打过了 生理也打过就染症了 这是天然的 我们就知道会脱色 什么原因会脱色 还是什么 没有那些什么 这种也没有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种印象很轻 做这边过来印象很轻 县远唐乔芬表示 非常感谢南东县中心生活美学协会理事长李慧珍 将这些课程带进社区 有趣且充满意义的课程 能够让高龄长者学习 不仅让这些长辈能够透过动脑 动手延缓退化及实质 也更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那也透过他们的双手来运用 来把这一幅染染的图案 把它做出来 所以对我们老人的长辈的这些 失质的问题 除了可以减缓他们失质的部分 那也给他们很多早期的一些记忆 那非常感谢我们手工艺中心 这次所办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工艺发展 能够越来越多元化 那把这些多元化的课程 那融入带到我们的一个社区里面 那让我们长辈也可以学到 很多多元的一些课程 主办单位表示 工艺是着重大脑认知 与手部运动的训练 透过蓝染多元课程多元接触 希望提供长辈拓展不同层面的视野 感受工艺带来的美好生活体验 记者洪一伦 乔屯 采访报导